狗熊林一片天 谁见强哥不敌眼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光速强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强哥第一战之vs赛罗 强哥急速赶来 而赛罗还在向萌萌酱表白 当即遭到萌萌酱的拒绝 说强哥 强哥就到 赛罗只好拔刀应对 并表示一定要带走萌萌酱 为爱一战的强哥肯定不打眼 异常与赛罗的激战就此展开 赛罗不敌强哥 被一剑给捅了左腹 赛罗当即扑改 强哥第二战之再战赛罗 败北的赛罗对萌萌酱还是不死心 萌萌酱当即表示 这一辈子出了小强哥谁也不嫁 光图桥为爱再战 赛罗这次哼刀夺爱似乎很有信心 枪伤和赛罗就这样对峙着 猛然还是强哥发起攻击 强哥第三战之大战钟离 钟离拿过赛罗的长刀之后 再次将赛罗放倒在地 强哥举剑辩刺 钟离扑倒在地 所以说 说最狠的话 遭强哥最毒的打 强哥手起刀落解决了钟离 强哥第四战之vs贝利亚 但贝利亚今天就是来找事的 只见他举起大砍刀 当局与强哥交起手来 强哥从容淡定 干嘛不惧怕贝利亚 一局将贝利亚条落出去之后 强哥人喊话不多 一招制敌 强哥第五战之vs巴巴拉 贝利亚说的心服口服 当局表示要拜强哥为师 但此时强哥却心事重重 原来是巴巴拉找上门来 他要和强哥决一词雄 贝利亚发现后 对强哥不痛不痒的 几句安慰后 便溜之大吉 强哥上完第一招 先斩一中人 就这样不等巴巴拉出手 就被强哥斩杀在刀下 强哥第六战之大战地皇侠 光图强二话不说举刀迎战 随后帝皇就拔出了利刃 大战一触即发 强哥出道还是那么干净利落 不到一个回合 就将帝皇侠斩杀贵倒在地 重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